哈哈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 初到特曼要來飲料販賣機買玩具了! 會買到什麼好玩的玩具呢? Choose the cat on the left 是一個謎題 它讓初代選擇左邊的按鈕 耶! 猜對了! Choose the snack on the right 第二個謎題 讓初代選擇右邊的按鈕 這個也猜對了 第三個謎題 讓初代選擇中間的按鈕 耶! 這個也猜對了 放賣機釣出了變形蛋和奧特曼食丸 先來看看這個 這是奧特曼的勳章 一共有12個種類 能不能拿到黃金的呢? 喔! 是一隻怪獸 還有一個口香糖 這個是再生怪獸 背後還有二維碼 可以在遊戲機上面讀取它的信息呢 再來看看這個變形蛋 把它的手和腳變形展開 再把胸口的蓋子打開 出現了怪獸的頭 頭上還有一個腳 它的背部也有一個巨大的腳 那尾巴在哪裡呢? 找到了 原來在後面 這是什麼怪獸呢? 你們知道嗎? 它的頭上有個尖角 可以用來發動攻擊呢 再來看看這個變形蛋 同樣的把它的手和腳展開 然後人偶的頭長在後面 把它翻轉過來 變形好了 這是玩具種動員裡面的無敵警長 再來看一下它的核丸 這個核丸一共有八個種類 那我們抽到的會是無敵嗎? 來看一下是誰呢? 裡面還有一個清涼堂 是無敵警長 它變成了迷你的公仔 好可愛呀 完了這麼久 除袋有點餓了 它吃掉了泡泡糖 哇哦! 除袋變成了發光的奧特曼 貝利亞也來飲料販賣機買玩具了 它會買到什麼好玩的玩具呢? 這也是謎語 它讓貝利亞選擇方形的罐子 中間的這個就是方形的 耶!答對了 選擇了 第二個名語 讓貝利亞選擇圓形的罐子 耶!答對了 耶!答對了 第三個名語 第三個名語 是讓貝利亞選擇 六邊形的罐子 耶!這個也答對了 哇哦! 哇哦! 放賣機釣出來了奧特曼食玩和變形蛋 來看一下貝利亞抽到的獎章是哪一個呢? 它的名字叫放浪宇宙人 那你們知道 它出現在哪一位奧特曼的電視裡嗎? 再來看看 這個有三葉草圖案的變形蛋 頭和身體藏在了蛋殼裡面 再把腳步旋轉一下就可以了 變形好了 這隻怪獸看起來好奇怪啊 你們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嗎? 再來看一下這個變形蛋 好像是一個宇航員 背後的翅膀可以展開 它的頭部和身體也藏在了蛋殼裡面 來把它們展開 變形好了 是一個宇航員 它是玩具總動員裡面的八十光年呢 來看一下它的河丸 它的也有一顆清涼糖 會是什麼樣子呢? 哇哦 哇哦 好燦爛的笑容啊 做得非常的迷你 看起來好可愛啊 完了這麼久 貝利亞的肚子也有點餓了 來吃個清涼糖吧 嗯 充滿了能量 哇哦 吃完清涼糖 貝利亞 貝利亞居然獲得了武器 太神奇了 貝利亞收穫到了兩個變形蛋 和八十光年的人偶 好啦 今天的玩具故事就到這裡 喜歡 記得給我們點讚 我們 下期再見 拜拜